你们这个年代 都被我们骗了 我们骗了大概两代到三代的人 然后下来还有一些小朋友 还重复的被我们骗 你觉得应该被你们骗吗 还有他的内涵在里面 为什么不停地看呢 不是表面只是开心而已 对吧 你再重看也是他 哎呀 还是有他的脸 感觉很搞笑 哈 来 谢谢你 不好意思要你等那么久 没事没事 真话演员真的是骗子 骗你心目中里面那种感觉 用心地在骗 骗到现在还在骗 骗子 我 骗子 比如说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 你会觉得为什么当年你跟周兴驰合作 或者这样式的喜剧会在90年代突然变得这么成功 你觉得您最敏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有创造力的时候 你觉得您最敏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有创造力的时候 我 对 现在呢 他又开始模式 他一模式的话我们都不想说了 你 你 不是 我可以不在 您对着凳子说就可以 你说了算 我跟您有个重要问题当时请教您一下 关于什么 关于怎么控制自己的烦躁 我这生命特别烦躁 每个人一念得太多了 你想静下来偏偏就静不下来 很难的 人生里面 天生苦辣 能吃个安乐饭就够了 其他对我来说 也没什么 什么时候第一次感觉到 名声到来了 我出名了 很早 丑琉香突然间一下就爆了 住了酒店一开门 就是一票旅香就等你了 把持得住吗 把持不住是吧 对呀 年轻人 方堂 迷失 胖胀 比如后来 你等于是陷入低谷嘛 孟容医生 你后来也讲过很多遍了 对 比如这个低谷 你每次在说起的时候 会不舒服吗 不舒服是永远都会有的 都会有的 我最深梦死很多年了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人生就是一场梦 本来就是一个超大的梦 我现在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老头子 可是希望身边的人吃饱饭 健健康康 自己健健康康 有安落茶饭 就是 这个是够了 我们先做好人 其他不说了 这个好坏对你个人是重要吗 好人坏人这件事情 更喜欢他们谁呢 要做个好骗子 回看的话 你觉得周星驰身上最大的天分是什么 最出色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他确实有他的天分 他的脑袋可以跟我们一般所有固定的情怀不一样 然后另外就是他过人的节奏 他知道我演到哪个点 我讲话讲到哪个点 我就停下来 他知道 这个时候我让观众去呼吸的时候 他不会一直演下去 这个也是非常难的 很多演员都不会 你觉得你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我算是中间一个平衡作用 包括对其他演员 或者跟导演的沟通 也是需要我去平衡 我跟他很熟 我们都可以完全贪禄出来的 没有纪委 我以前怎么放弹 他都知道 我们都没有纪委 所以为什么你们说 你们超有默契 我们知道 我看到你肚子 你们想怎么样 那个眼神就知道 反过来一样 比如对您来说 昔日那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一段非常亲密的友情 亲密无间的友情 默契 这个东西后来就消失了 这种消失对您来说 是很大的遗憾吗 或说不能 我也有时候也在想 什么原因 就好像现在感觉有点 老死不相往来那种感觉 当然我生病进医院 他也有关心 然后美人鱼 他也找我去拍 但是那个时候我身体还不行 我就拒绝了 然后我也在想 我相信他也在想 到底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互相都没有联系 或者互相都没有关怀 说实话 我的心目是这样子 相似一场 缘分都不容易 太容易 有机会你们俩坐下来再喝一杯 你想跟他聊什么 我喝水吧 对 您喝水挺好 我觉得聊了过去的种种 他现在身份不一样 他当老板 财富也都非常棒 快不快乐我不知道 然后思想上跟我 还像以前这样有同步吗 也不未必 我现在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老头子 可是我也不可能说 我自己还要怎么红 我还要赚多少 没有了 没这个资格 太阳内核急速老化 持续膨胀 地球将被吞没 警告 行星发动机组故障 122组 数据修正 啊 放放放放 来放放放 都放都放 都放放 把那也去 把后边走了 把后边走了 哎 哎 啊 啊 干嘛不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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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不停了 来来来来 不打热起来 哎呀 啊 哎呀 啊 哎呀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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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两个人都会做 嗯 我六十 六十六十岁了 快 干嘛还要在这里受这个苦 嗯 嗯 回去会哭 会哭啊 回到家会哭 嗯 我是没饭吃的嘛 表演的伤 伤癌 到此为止了嘛 想很多这些 负面的东西 嗯 嗯 那个是那个人蛋 是吧 但是我已经吃了两颗了 要吃吗 少林足球后 宇宙星驰传出不合传闻的吴孟达 但出大众事业 后又因 心脏病休养一年 2017年 流浪地球是他驻祖时间最长的一次拍摄 攻击一百天 拍这个科幻片什么感觉 这次这个 哎呀 完全是白纸一张 嗯 科幻片以前没有接触过 当时开始第一天也是 我没有方向的 让导演看 我们很早就进组了 嗯 观察观察观察 我觉得到了这种情况 我倒不如交给他 嗯 梁朝伟跟我谈过这个话题 他在拍阿飞进传的时候就问过我 大哥啊 如果要拍一个戏 我用哪个角度去演呢 他拍的是你们六十年代啦 那个时候的警察啦 生活啦 我说你想象不出来 就交给导演了 你放在他的砧板上面 让他来雕多脸 嗯 你觉得比如 比如郭帆 你中国这个年轻的导演 他跟八十年代 那时候香港有很多年轻导演嘛 七八十年代 他们像嘛 比如你说徐克他们出来 也都很年轻的时候 杜琪峰他们都是很年轻的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角度 嗯 上演员就什么都向前看啦 你没有拍好一个 叫做要能卖钱的戏的 下回你就没有老板了 嗯 本身香港的市场也越来越小 最重要赚钱啊 你没有赚钱 谁要让你再继续下去 您觉得比如说你的朋友 比如杜琪峰 嗯 他还能够一直坚持某种香港风格的电影 这是什么原因呢 别的大部分都走样了要 杜琪峰是一个很特别 这些跟他用心有关 嗯 当时的杜琪峰 在黄天宁那边当副导演 嗯 那时候的副导演 跟现在的副导演是两回事 嗯 当年的副导演很苦 嗯 什么都是依靠副导演 嗯 道具也要靠他 崔演员也要靠他 剧本也要靠他 然后挨骂的也是他 一个道具 不满意的导演说 你干嘛 嗯 嗯 然后演员也会骂 嗯 杜琪峰 那么早叫我来干嘛 派来一个早上都没我来 都会怨 都会骂 嗯 他是真真真真 摸着石头过火吧 嗯 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他是唯一 不需要什么大咖啡啊什么 嗯 有大咖啡那反而难拍 嗯 那个时候周庆哲 跟他很多反差的地方 神使官啊 啊 技工 嗯 反而这个时候呢 已经比较难驾驭 也是他 驾驭不了的东西 嗯 所以后来也没怎么合作了 基本 嗯 那谁对 没有对错了 嗯 都对 嗯 嗯 嗯 送信仨 我带你送信仨 1992年 陆琪峰与周星驰合作《神词观》 打破香港电影票房记录 一年后 二人再度合作《技工》 却因创作理念不合 结下心结 影片上映后 票房惨败 此后 二人分道扬镳 而吴孟达 也开启了与周星驰 创达12年的合作 我觉得他对我很大的一个信力 就是 对人情冷暖的理解吧 就是他最知名 跟周星驰都合作 周星驰穿着一种电影风格 变一种语言 杜琪峰他们都有对他的语言 他作为一个 他们的朋友也好 同一个合作者也好 怎么理解这些语言的变化 当然有很多烂片嘛 他们有无数 我也挺好奇 老拍烂片对人的影响是什么 徐老师好 你好 确认没想到你讲的那么帅 有看过你在屏幕上 没有那么帅的 看起来超大威猛 我说我在个大树下等你 哎呦 对对对 我们下满的以前都喜欢什么 大树下的感觉 您是出生在这一带是吗 我在野里长到七岁才去香港 但是我的印象很模糊 然后回来有看过我出生的地方 好像在顶层一点 是吗 啊 记得这个当时有鱼丸店吗 我忘了 是吧 嗯 那么一会儿去海边换我换我 可以啊 你怕人和人间那种争执吗 因为立场不同带来争执 说什么 我的态度是不说 不说 已顺了 你这边我听不顺语 我在这边过了 这边听不顺语也是这边过了 那是人情是这样吗 还是后来慢慢被 后来 没有必要了 嗯 我听了什么 跟我心里面想象的完全反战 那脸头也好 哈哈 没 对